手机掉进海里了怎么解决 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女粉丝寄过来的一台XR 看一下外观 这蓝色也是比较好看的 感觉也比较纯绝 说去旅游去海边玩的时候 拍照的时候不小心掉进水里了 像这种寄过水的 我们需要马上前就直接安排 屏幕打开 可以看到这个防水标已经变红了 还有主板这里也有很多水的痕迹 估计这个面容也倾存不了 好像这种的不能直接开机 很容易烧坏芯片 我们先把水清理干净 取下屏幕 取下主板 主板如果不只是清理的话 可能就会腐蚀那个延续件了 还好送过来也是比较及时 并没有看到腐蚀的地方 我们把它清理干净就可以了 我们在上表看一下电流 已经是开机电流了 开机测试 OK成功亮屏了 OK手机也成功进入系统 可以正常使用了 在这里也要提醒小伙伴们一句 手机进水一定要及时清理 要不然到时候就得不尝试了 更何况是记得海水的腐蚀性更大 好关注我 手机问题不迷路 等等别划走 记得关注再走哦